海峡两岸记者川渝行联合采访团 7月11号到19号 走进四川省和重庆市多家台企 了解企业发展规模 共享当地利好政策 以及人才引入等情况 作为在岛内种植芽领域 深耕多年的权威人士 2017年 39岁的林郑伟 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很大胆的决定 离开岛内的家人 只身来到四川滋阳发展 以技术入股的方式 加入某口腔集团 并担任集团旗下口腔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谈到为何来大陆 林郑伟简洁却有力的回答 因为机会多 大陆的市场是台湾同胞的发展机遇 然后台湾同胞可能在 技术或是知识层面上面 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多来跟大陆接触 把自己的这个可能所学 或者是自己的能力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能够得到一些发展 重庆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渝西门户碧山区 企业相关负责人杨寿正 受访时表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使西部消费群体需求量提升 川渝的人口数及经济发展 让他们加大再次的投入 随着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慢慢布局 我们就发觉到整个 往中西部走 我们整个产能的扩充 都明显地增加 我们各工厂的营运状况 比往年都来得好 政府对鼓励 鼓励我们这个民营企业的发展 也力度蛮大的 所以我们企业 从政府这边的鼓励的政策里面 也享受到了很多的一些 一些优惠政策 地处成于地区双城经济圈 中轴线黄金分割点的 重庆大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也吸引了台资企业的到来 第三代半导体高科技企业 距离成半导体重庆有限公司 2018年再次登记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选址时曾考虑沿海城市 因大足高新区对企业支持力度较大 最终落脚于此 双城经济圈利好的政策 更适合两岸青年在此携手同心 创造辉煌 成于经济圈的投入与发展 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我想的话到大陆来投资 目前到西部到重庆或者成都 大陆的整个政策 对于年轻人的重视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接近三万平方米的双创中心 准备就是吸引我们两岸的青年 在边落户 国台办新闻局局长马晓光表示 成于地区城市的规划和布局 也越来越合理 充满了创新的活力 也充满了美好的未来 相信三五年后如果再来这里 一定能够看到成于地区 双城经济圈进一步结出丰硕的成果 大陆发展的空间越广阔 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来说 因为他们的机遇就会越多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川渝大地上 有很多台商台企 在这里投资经营 他们事业发展的都非常好 而且他们也都能敏锐地捕捉 双城经济圈的这么一个 未来的这么一个商机 看到台胞台商为两岸的经济合作 那么做贡献 我们也都觉得 这确实是生动地映照了 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的 这么一种情况